这起地震总共有400多位伤患 有轻伤也有重伤 有的人现在还在出院 住院也有的人已经回家了 所以志工也拿到了名单之后 就一一地走访各个医院 发放祝福金 钱其实只是一份心意 最主要的是让受灾的民众 在过年前夕遭逢这样的意外的时候 心里可以稍稍地安住下来 谢谢 慈禁志工到活动中心 针对每户地震受灾户 发放慈禁人给予的祝福金 以及应急的生活包 让受灾民众先渡过难关 慈禁人的脚步也走到新化区 房屋倒了好几间 还有屋子因为地震起火 全烧毁了 受灾民众的无助 慈禁志工双手紧紧替灾民打气 而一早在地震现场 志工就立即搭起服务站 不忍救难队员和医护人员受寒受冻 立刻地上浆茶暖身体 并准备毛毯让民众赶快披上 至于台南进司堂内 香肌志工手也没停下来 快马加鞭烹煮热食 有一个区块是350份 另外一个区块需要50份 目前需要400份的便当 不仅志工全员动起来 这位大姐也很有温暖 已经前前后后拿了三大袋衣服来 还有这位大哥推了一大桶浆茶 到收容中心 家里一些好的衣服 厚一点的让他们保暖 给那些兄弟救灾 和一些灾难人员吃 给他们保暖一下 今晚美农地震震倒灾民的家 不过志工的出力 民众的贴心 把暖牛注入灾区 帮助民众尽快重建家园 大爱新闻台南综合报道